全球央行接连推出货币宽松政策旧经济 加上美国联准会首度开始购买公司债 让全球企业掀起一股发债潮 包括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 迪士尼和辉瑞等高评级企业疯抢现金 根据D-Logic数据显示 三月全球投资级公司的发债筹资额 规模一口气飙增到2440亿美元 创下史上第二大量 整个市场其实现金非常的短缺 所以这时候我能够用公司债去锁定市场的现金 未来真的危机来临的时候 它反而有比较大量的子弹 跟过去几年其实这些美国公司发言公司债 为了这个股票回购 甚至为了并购而发言公司债 它的原因有点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专家点出除了低利环境 筹资成本降低 市场不确定性升温 也让部分企业选择紧报现金度寒冬 就连台湾企业也抢发公司债 像是台电四月将首度发行 总额205亿元的无担保公司债 近期营运大幅受到影响的华航 亏损严重 决定发行上限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自救 开发金和兆风金也分别将发行 80亿与100亿元的无担保普通公司债 比方说在近期向台积电发行的公司债 是为了今年的一个资本支出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债的一个理由 但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市场 对它的一个投资进行的一个折损 但假设它的一个发债 可能只是为了要说 我要发放现金鼓励 我要为了增资减资的做一个准备 会影响到法人对它个股后来的评价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市场不确定性升温 全球企业争相囤积现金加入发债行列 储备银弹度过全球经济冰河期 恐怕比较实在